每个人都有焦虑情绪 因此不少人对容易焦虑怎么办感到非常困惑 那么究竟焦虑发作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从改变自我开始做好调节工作不容有失 一 容易焦虑的时候一定要自信 自信是战胜焦虑情绪的前提 患者要相信自己 试着去慢慢地接受焦虑情绪 这样在以后再次出现危险情景或事情的时候 就不会感到焦虑 还要注意减少对能力的怀疑、忧虑、紧张和恐惧心理 进而克服焦虑症 二 自我松弛也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一种方法 由于焦虑是与肌肉相关联的 所以你必须学会自我深度松弛 令躯体放松从而促使精神放松 使焦虑无立足之地 放松心情 患者可以自己想想地放松 然后让别人给予语言的指导 可以在一些安静的地方 三 适当的锻炼 患者一般可以采用适当的锻炼进行肌肉的放松 大致的过程均为集中注意肌肉紧张 保持紧张解除紧张肌肉松弛 这时身体过程是静止的而不为某些朦胧意识所控制 四 转移注意力也是缓解焦虑症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出现焦虑情绪 坐立不安时 患者不妨放下手中的工作 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 做一些可以放松心情的事情 等心情灰 负正常识 再回来工作 转移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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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